MING PAO TORM MING PAO TORM MING PAO TORM Hello,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Hello,我是Briant Lo ToyS TV的Brian Lo 今天跟大家做的節目是包玩具 這期就介紹大家 之前講過三集 因為講了三集 就是香港新晉公司 的無面超人 藍牙喇叭系列 嚴格來說,我覺得是授權的限制 或者授權的要求問題 其實它是似了一個雕像 多於一個喇叭 如果真的賣喇叭,應該是在別的地方賣 但其實應該是對的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雕像 換空像,這次介紹到 這個系列的第四隻 亦是最後一隻 未來會不會有第五隻 或者第六隻呢 大家拭目以待 我告訴大家 肯定有第五隻 還要是特別版 還要是一個很注目的 無面超人 其中一個角色 那看回呢 其實這間公司雖然是神 但在設定和選擇角色方面 我覺得其實是很有心思的 我發覺呢,舊一號 V3 Black 以及這次講的RX 都有不同的粉絲 還有它不同的特點 我覺得它打印得很好 寧願的第五隻特別版 都是大家一定期待的 還有幾隻的風格是很不同 但是呢 它在雕像方面 都做得回它的表達 相關雕像的那種感覺 和當代的Fans 即是那個年代的Fans 那種所有的東西 所以每次我在店舖走過 或者這些場合留言 我看到其實無論V3 球一號 BRACK 同時1RX 它們都有各自的Fans 覺得很喜歡 但是真的 他們都有各自的Fans 都覺得做得很好 經常都問 會不會出賣一個全身像 怎樣怎樣 那這個我當然都很期待 其實有可能的 那要大家多給一些意見 麻煩一下 當你覺得市場上有充足的信心的話 其實就可以考慮 真的 Toyce Gallery的朋友 如果有看的話 加油一下 那很多Fans都其實很支持 那當然就是 當然了 來理解一下 商業上 或者市場上 你要考慮成本效益 和反應方面 第四隻 其實之前在動漫節 四隻一次的展出 也有每場預訂的 那現在呢 大貨就 開始陸續派貨了 那也可以 在坊間的玩具店 看到的了 那不單是在 那間Seven裡面看到的 其實在 其他連鎖玩具店 或者不單是在玩具店 那些都會看到的了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當然 你肯定知道 哪裏可以買的地方 當然歡迎 好 看看這隻的產品 即是叫正正式式 近距離 Toyce TV的霸玩具開箱 合宜式影 其實原來這個燈光之下 挺漂亮的 雖然不夠超光 但是呢 黑色顯得 訓外有神 這個銀色的 燙膠的字體 就很出 然後呢 隱約 不是鏡頭問題 不是燈光 它本身是一個 很淡的暗花 我叫做暗花 是顯露出 Black Sorry RX出來的 寫著Bluetooth speaker 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漂亮的人察 好 Toyce Gallery OK 原來它有這樣說 這個應該是它牌子的 口號 Not Just Toy 好像是另一個牌子 那背面呢 就有這個 全新的RX的影 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眼睛有些反光位 紅紅的 有些朋友都說過 其實不是每個門超人都會發光眼睛 但是呢 你會發覺在不同的劇集裏面 你會看到呢 有些特寫 或者部份的牆盒呢 嘴巴真的是發光眼睛 好 這組其實是開心的 小組 這些盒是真是狂的 一盒來的 如果你問我呢 它是幾十元 真的幾十元人民幣 出廠 就是在廠裡拿回來 都要這個價錢 由於這些產品呢 它是一些 我們不是用鋼母啤膠出來的 我們叫做Cars 或者是 Follystone 其實有很多種料的 不是一定一種的 詳細呢 所以就真的要生產廠才知道 有個 有個 少少趣味資料 原來呢 包裝後面有寫著 哪個是 那個 project 的 即是監製 類似的 phototyper 都有的 大家有機會買的 可以留意一下 幕後功臣是哪幾位 好 裡面呢 有兩個配件 大家會少有個忽略的 就是這個膠筒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純粹是充電的 線 但是它是藍牙喇叭 就是充電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裏就不說了 這個瓶呢 其實裝了一條天線 很多朋友會必知道 其實這個 我們叫做 可能會跌得難的 就是有膠料 去做出來 即是不開沒有啤膠件 因為啤膠件 很輕 而且沒有質感 當然噴油可以做到某程度上 但是拿上手 你覺得很不同 那 但是這個不用擔心 這兩支天線 所有這個系列的天線 全部都是PVC 件 即是換句話 你不會跌落地 就爛了 也不會輕易爛 不過當然你去做屈它 PVC 膠就不太要斷 因為ABS 會斷 就是我們叫硬膠 這個不是的 是軟的 不過你不要轉去屈 其實他們都想到的事情 就是 它沒那麼容易爛 唯一 就是要裝上 唯一有少少意見 就是你都說過 就是希望床方面 住 因為這些天線 它刺下去 其實它就沒有一個 叫做 入筍位 或者一些位置 卡住它 那變成呢 其實你見到 會有些鬆的 即如果你裝了 放在家裡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向前 其實它可能會跌 但是比較顯著的特徵 就是 就是 它的頸是包著的 就是 好像 它們模仿那種 生物 一般你會見到人頸 這個它就不靈性 是沒有的 那麼 造型上 我覺得每一個門櫃 都會有Fancy 後面就是 南華 就是充電的線 那麼 它的做法呢 很多人都沒有問 為什麼會這樣通的呢 其實它是模仿一些 歐洲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博物館 看到的銅像 例如你的凱撒 或者一些拿破崙 那時候那些名人 古代 中古的偉人 貴族 他們做半空像 紀念自己的先人 或者自己本人 它都用這種方式做的 所以你怎麼會去偷空它的 那種感覺呢 就古典一點 是的 就不是填了 有些Fans說 為什麼不只做半身 即是半身得來 這裡就做細節 那麼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樣切開 其實不是很漂亮的 就是 把這條線拉回來 就是這樣一塊 那你 就是整個東西 好像那個人 那個工仔 或者那件產品 劏開了 其實就不漂亮的 這裡就令你覺得 好像又是撐起了 就像我們常見的 一些的 就是博物館裡面的銅像 那為什麼這樣做 這個傳統都是這樣 但是 我想美學上真的有一個考據 這樣就變成可以覺得是漂亮一點 那因為我不是讀藝術的 所以我就不敢多說 總之我覺得是舒服的 看下去 有這樣的處理方法 去到這裡 那你看到那個箱 其實就是Speaker 來的 這個其實 石的配合其實 但是做得不錯 我覺得在美感上 配合得不錯的 感覺是真的像一個銅像 我知好像 皮的質感是強烈很多的 但是那個皮 是很粗糙的 我先用它叫水牛皮 跟之前兩個是很不同的 但是呢 它仍然保留一個 電單車手的皮衣的感覺 因為它的名字是Mask Rider 就是Carman Rider 所以呢 它就做到這個感覺 那這些前面 其實你會發現 是有些細的 你看到的 有些細節的 就是有些摸下去 鞋滑滑 那就是當日的氣服 我叫做氣服 那種感覺 而這裡這個位 其實就做到一個透明的 很滑漏的一個 透明件的狀態 雖然呢 你發覺它做了 肯定就不是完全沒有做舊化 或者沒有做一些叫做效果的 它有做的 但是做得來呢 它很 很 很克制 很適可而至的 就是不會呢 很強烈地做 你知道有些產品 有時候不小心做重手作 還有那時候 事實上這種的舊化做法呢 是沒有辦法不用人手的了 它規劃了 譬如定好樣板是怎樣呢 師傅就跟著做了 那其實也有場所事呢 就是如果管理層 或者生產線的管理得不好呢 那舊化就加大力一點 感覺而已 但是一過了火 你發覺大家請問你先 一過了火就沒有提 剛剛好是挺難的 看著一個很簡單的舊化 看著很自然 好像有點舊 但是其實 有時候做得不好 會過了火的 做得不夠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膠呢 好 所以這裡呢 我覺得舊化 是很厲害的 那整件 產品的感覺是很立體的 聽到很多客人說呢 第一 覺得這個形狀 他們做得滿意 就是像個滿意 那其實 我覺得呢 未必是百分百 跟當日那個氣佛 一模一樣的 就是人身凝同 還有很多 是要再美化了 我覺得去到 在美化和真實上 他拿了一個好的評價 就是你覺得看起來 是像 當日那個 也都覺得很漂亮 也不會覺得他誇張 或者太寫實又不漂亮的 說真的 他這個呢 就是要稱讚 他做那個 或者叫雕刻 無論是3D也好 或者是人手雕也好 那個做得很漂亮 不過我估計 他四個出來的大色 那麼自然呢 我就覺得他肯定是3D的 現在都沒有什麼人用 泥雕 而我聽到大部分粉絲呢 他們稱讚 雕刻很好 一般人都這麼說 雕刻做得很漂亮 就是要切合粉絲 或者叫做喜歡他的朋友 那種原先 他當日看到這個 毛眠超人的那種 感覺和外形 那麼這個 不要覺得是容易 你看到一些很出名的牌子 專注毛眠超人的 你要去第一款的產品 和第四款 第五款產品 發覺一直都在進步 所以換句話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改進空間 或者當日那隻 是未到完美的 那麼當然 我也相信產品是沒有完美的 但是只有魚來好 所以他的雕刻已經做得很好 加上呢 比例 和上色 雖然不是很誇張的戰損 或者叫做舊化 但是他做得是刻度好處的 那麼如果想看實物呢 不妨去 去驗士坡7號看看 那些實物 那麼 只要在色鬼夾發玻璃 那麼你可以看看 那些是貨來的 現在我這隻也是貨來的 嘩 那隻眼呢 那種精細呢 是吧 那麼這個當然其實 如果你懂得的 其實就是在這塊膠件 那麼他要丟過了那些黑紋之後呢 倒出來啦 倒半透明件 上色啦 那麼在裡面的這些蜂巢紋 那麼穿來的效果是很好的 那麼要大家慢慢細心比幾秒 大家欣賞一下這隻眼造成這樣 好仔細啊 真的 就是你去到放到這麼大 這麼近影 沒有穿崩的 再近近影影的下巴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要反著一點點光線在這裡 也是做得很好的 價錢方面 對了 1800多元 正常零售價 看看他做出來的東西 整件事是做得很不錯的 你看那些形態呢 那你也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那還要留意一下 每一個四款的超人 的紅面超人呢 其實他的頭頸呢 他的方向呢 有輕微不同的 就是不是每個都直望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有一點點斜的 是呀 挺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 呃 project 那些領導人 或者就是 那些監修 監製那些朋友 其實是 我覺得呢 有一點料的 好 今天到這裡啦 爆玩具 ToysTV爆玩具 我是Brian O 希望你喜歡這集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希望 還沒訂閱的 請訂閱我的頻道 啦 ToysTV的YouTube頻道 啦 我們都有Facebook和IG 那樣的 好啦 我是Brian O You're watching ToysTV Bye Bye